天心隊讀邦邦老大 經常打扮忍者樣子 喜歡用難以理解的遲早跟讀數 玩弄對手在鼓掌之間 啊? 看起來這傢伙挺嗆的啊 火盾我們也會用個一兩招啊 直接前往 天心隊的基地 他在外面插著旗子 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們在那邊 有去學上過課?有啊 除了開場的那一堂以外 我還另外再去修了一次稱呼課 裡面都在講廢話 然後我隨便答題 他竟然跟我講說 哦!你竟然很認真的複習 很認真的遇習哦 我心裡想說葡萄學院的師姿 這個同學有言 幹嘛啊 哎呦 他是有病是不是啊 這個人想要見老大 無論如何都得見到他 那不然我們一起去啊 展開蠟燭戰敲響螺 感覺應該不會很難打 啊怎麼老大都開這種車啊 哦他也蠻帥的耶 忍者後裔 好帥哦 他有忍蛙嗎 哦等級比較高耶 不知道會不會很疼耶 還好 我現在有點怕耶 我怕打不完 直接開招式啦 因為這個劇毒還蠻疼的 趕快讓對戰結束 我們這招還蠻厲害的 可以特攻一直疊 一直疊 還撐得住 再一次 已經三成了 疊這個真的是還蠻爽快的 哦他速度比我還慢 卡通 狗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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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一招啦 魚日入毒 終身為毒 秋明這條壁 奉陪到最後 我可能扛不住耶 但是至少打個一下吧 冰冰冰冰 火盾 奉仙火之術 疊滿特攻的鱷魚 一穿四 That's my boy 布料採購原池 不過秋明你手真巧 那些只因為你是阿宅 就霸凌你的家伙們 真的很傻 原來被霸凌的不是別人 正就是天心隊的全部成員嗎 一直都誤會他們了嗎 雖然全心全意 但最高原則是不能違抗的 那他把那個徽章給我們 還好他懂得理解的 記錄了發射垃圾的招式 垃圾射手 聽起來好像沒很帥哦 好像似乎 無論如何都想見到你 以前總是霸凌的我們 現在能夠去上學 太感人了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我第一次就知道了 天心隊是為了大家出身的 被大家誤會的人 還是聯絡不上那個叫真老大了 他叫真老大 沒有真老大就沒有天心隊 沒有天心隊的話就沒有青春洋溢的學院生活 在老大回歸之前 在下等人只能繼續守護基地 別無他選 在下等人要做了就只有等他們 come back 為什麼要撈英文 所以說 秋名閣下你不想要 go to school 但是 don't forget 秋名閣下 你除了天心隊以外 還有我這個 friend的傻啊 在下一直以來都相信 只有天心隊是寶 或許在下處了 沒錯 天心隊是 真漢子 都是一群好讚讚的人 我果然沒看錯他們 牡丹到底是誰啊 每次都 他會不會其實就是先後呢 聽說天心隊的人 也不是全部都壞到骨子裡的不良分子 只是不善與人交往而已 被受到誤會了啦 我以前也去外面混過啊 在國中的時候 各種打架 可是我們那個時候是真壞啊 沒有苦衷 只是想抽煙 只是想壞壞而已 跟他們就不一樣了 我們沒那麼帥 我們只是白癡而已 嘟嘟嘟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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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上面那是誰 好大隻喔 一定是神獸 一直推咖哩魚蛋下來耶 巧克力球 也滿像貢丸的 乳很久的貢丸 一定很強 他一定超強的 看到沒有 我就知道他是劇情需要 哎唷這傻鬼啊 怎麼那麼獵奇啊 喔這傻鬼啊 長空寶主嚇死鳥 我真的被你嚇死了耶 嚇死鳥啊 喔喔喔 我從側邊看就看懂了 他那個應該是類似 宋子鳥的設計吧 前面那個是布袋 但他使用了 祕傳實力 嗚~~~ 閃電高哥 要讓你長長敗北的賢位 我的天啊 這一關怎麼回事 莫名其妙就展開了 然後一下就過關了 這一關有點滿頭問號的感覺喔 不出所料 找到祕傳咚咚 促進血液循環 幫助血流更加通喪 身體暖洋洋 提升免疫力 恢復活力弱 好像不是很好吃啊 已經變得可能恢復說話的能力了 很久沒聽到他的聲音了 和你相遇後好事連連 惡屬性 天心隊的惡邦老大 格道惡小隊皮拿 他最近才開始培育惡寶可夢 因此不難對付 蛤 這麼爛 以前他行事認真 循規道局還當過會長 因為某個事件變得輕浮 待會他就會跟我們講 他是為了什麼事情變得輕浮 感覺能夠用的梗都用得差不多了 他還能夠編什麼東西出來 到了 頭髮好奇怪 抓到 你沒看啾啾 前面是惡邦邦 同城格道惡小隊的基地 別搞什麼三字敞路 又是這個 這個全天心隊我覺得最奇葩 而且他如果不是出來對戰的那一個 他會 揮一整把 主播真的好厲害 別這樣啊 你這豈不是跟葡萄學院一樣的嗎 葡萄學院最會那樣子 你好厲害喔 竟然第一次對戰就可以打出這種操作 我平常捕捉寶可夢都笨手笨腳的 看來我需要跟你請教囉 來了 皮拿 倒是鬧得很不客氣嘛 考試100分 人稱我DJ24 我為你播放安魂曲 他的髮型跟不動猶新 有一點像耶 竟然向我們挑釁 真是不要命 閃燕高哥 讓你看看誰才是DJ J起來 高哥高哥 哎呦 很能打嘛 沒有錯啦 最後的閃燕高哥 高哥離席 趕快回來上課啦學長 別在外面鬼混啦 差不多就這樣嘛 又要開始回憶了 誰說要聽的 根本就沒說要聽 擅自在那邊回憶 我以前會惹人反感 那是因為當時我是學生會長 訂了一堆囉嗦的校規 讓學生反感到不行 後髮劑頭髮長度最多3公分 太嚴格了 但是啊 皮拿雖然說囉嗦 平常都是大家在照顧隊員 天心隊就是跟學校的人都不一樣 他是信任夥伴的 太感人了 我覺得天心隊比葡萄學院好那多了 他要瀟灑離開天心隊 我覺得他媽的我 我才是那個超級大惡棍好不好 天心隊每一個都這麼有義氣 又這麼重感情 而且還幫學校處理霸凌的事情 讓很多被欺負的學生 還能夠有快樂的回憶 反而是葡萄學院 整天在那邊搞霸凌 老師也不教課 所有學生都在那邊翹課 還排擠天心隊 你看看 誰才是正派誰才是反派 你在學院上課快樂嗎 很不好意思 我只在學院上過涼堂課 這個怎麼說呢 我也不知道耶 這樣下去 所有人都會遭受退學 為什麼不解散天心隊來學院上課呢 你為什麼偏要問這個 我們只是在等同伴 啊 就是要等老大回來 哎唷 太感人了 無聊耶 去你的 天心隊的每個人都是好人 反而是葡萄學院應該拆一拆好不好 反正學校也沒在教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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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